中華館海船三中等有六十億公里 因為地形跟海流風向重點的關係 讓很多海藝本舍都會留在中華館的海邊 中華館政府因此就在新港向來基盤獎湯 希望可以好好來保護生態 經濟保水理事的是河川局長李酉平表示 新港的市地生態是地球的進步 一定要好好保護我們的海船 今次是政策經費即使王館長做回來建設中華 好好保護中華的環境 我們在這裡頭有保特瓶、漁網 那這樣子的一個就是我們的一個事業 所造成的一個廢棄物也是很多量的 中華館長王館比表示 藉由政府機關帶動產物檢害瓦東 讓大家親身感受寒有火氣味的嚴重性 並且鼓勵大家改變消費習慣 減造作用一次性的產品 不然客人更要減 用接減速新世代 今天我們中華管理政府環博局 讓共同帶來鼓勵我們的這個 還好有你海洋沒錯 到底來做進海 那這個地區是我們的這個新的一個觀光景點 就是我們俗稱的白色海豚屋 那它的這個附近呢 的這個海岸線是非常棒 往外看去你可以看到我們最大的一個保護地 這個也是亞洲級的一個保護濕地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大家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活動 換請大家都能夠一起來減速愛地球 那來愛護我們的海洋 那畢竟我們有很多的這個海洋的一個動物 因為呢誤食了我們的塑化類的東西 那塑膠類的東西導致說他們死亡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大家的一個這個近海 那能夠讓我們的這些海底的底氣物 他們能夠有更好的環境 當然相對的就不會有更多的這些 有害物質來圍耗我們 那大家一起來這個減速愛地球愛海洋 這次整天華東都總穿出了1,053公斤噴射 其中一般噴射占了465公斤 竹丸噴射占了588公斤 這次的華東也讓五朝朝鮮跟水晶故鄉的新港鄉 中心再變成乾淨美麗的環境 新中華新聞裡面給新港 蔡宏博德 這次華東也讓五朝趨歷